匆匆一撇十二年 光影交错的人生 如梦境般真实 此行 虽有遗憾 并后悔 十分独特 终身难忘 我是李一峰 这是我的故事 也是我跟你们的故事 今年可以算是我的一个李一峰元年 是独播剧场 每周三周四识点 璀璨献 语剧场对我来说真的意义 很不一样 作为一个男演员 梦寐以求想要拍的一个角色 性格有一点高冷 有很强的技能 武功 这个角色拍完过后 他一定会比其他的角色 受到的关注度更大 也都会看到大家评论 然后 就会有一些 失去一些信心 你说不在意不可能 而且我又是比较较劲的一个人 我是觉得 我不相信我 我 我演不好 那 我也会 就有时候会想 我会让你们闭嘴 对 对 我会让你们觉得 你们 打脸啊 掉位啊 掉了大概有二三十年 因为我拍这个戏之前 就想过英文受伤的 我觉得那天暗自在想 想完过后第二天拍打戏的时候 他就打到耳朵了 就 就现在人 我准备了七年 经历了七年 今年这个暑假 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一样 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条件 当然我也 不是去否定我以前的时间 我觉得以前的时间 对我来说都是一个积累的经历 然后到了今年 积累了 然后有一个 以古剑为一个契机 有一个不好的爆发一个开战 7月2号 古剑奇谈开播当晚 收视份额破十 是第二名的三倍有余 开播第二天 网络播放量突破六千八百万回 创电视剧网络首日播放量的历史记录 此后 古剑奇谈一路收视飘红 不仅稳坐收视冠军宝座 网络播放总量 更是高达八十亿次 成为历史第一 就是 谁给我带来了好运 所以我一定要帮他拿回来 以后传给我儿子 我儿子再传给我孙子 这不是有很多 传家宝吗 什么手环啊 戒指啊 以后我儿子谈恋爱的时候 就拿了这个 这就是我们家的成长话 我是天庸城的百里之书 经过九九八十一次轮回 我现在跌入门间 现在的名字叫做 嗯